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属于电视还远远没有普及的年代 人们常常以为他被称为凯撒大帝足球皇帝 是因为他在球场的统治力 其实这个称号最早的来由和足球是毫无关系的 一本德国杂志发现他长得和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很像 于是就称他为凯撒 不过这也并没有传开 随着他越来越出名 一次他在奥地利的友谊赛之后 在奥地利皇帝弗兰茨一世的雕像旁边合影 记者就顺势把他称为足球皇帝 在媒体反复传播当中 这个称号就慢慢传开了 贝肯保尔踢的是后卫 他的技术全面能功能手 覆盖面积大 但是在他的时代 这反而给教练带来了困扰 所以他在足球史上的定位 其实是从一次失败开始的 1966年西德国家队进入了世界杯决赛圈 困扰他们的问题就是贝肯保尔他究竟要回撤多深 他是一个传统的青道夫 Sweeper顾名思义就是球场的扫荡者 是一个毫不妥协毫不留情的破坏者 而贝肯保尔又恰好是那一届西德队当中最具有创造性的球员 所以那一年世界杯的结果就是教练安排他固守自己的后卫位位置 而西德队在决赛当中被英格兰击败 成就了对手历史唯一一座世界杯冠军 而只能专注防守的贝肯保尔还是进了四个球并列射手榜第三 那么从这一场失败开始 西德队重新思考对贝肯保尔的打开方式 他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 在他之后被称为德国新凯撒的鲁梅尼格 曾经这样来评价他 能被称为球王球皇的足球史上也就三个人 但是不像那两位南美球王 贝肯保尔的足球生涯是非常顺利是直线的 走的是德国人的路线 被解放的贝肯保尔在1970年代 是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高光时刻 他带领德国队获得1972年欧洲杯和1974年的世界杯 并且他本人在1972年和1976年两次荣获金球奖 至今仍然是唯一一名两次获得这个奖项的后卫球员 在职业生涯的末期 1983年贝肯保尔皇帝和球王贝利 甚至在同一支球队纽约宇宙队效应传为了佳话 有人说他俩性格很像 虽然足球生涯足够辉煌 但是仍然保持着平常性 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而在退役之后更有意思的是 作为教练的贝肯保尔是和年轻的自己展开了一番搏斗 1990年他在意大利之下带领德国队捧起了大力神杯 这也是很多中国球迷第一次观看世界杯的直播 今年的贝肯保尔获得并不开心 儿子施特凡在2015年去世 而之后很快开始的关于2006年世界杯申办过程中 是否事前行贿的讨论和调查 让他非常的难过 虽然他从未承认相关指控 但是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的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 右眼几乎失明还接受了心脏大小手术 帕金森也困扰着他 他最后一次来到心爱的安联球场是在2020年 而在2022年8月份在海德堡接受治疗的时候 他还在货肯海姆的主场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我刚刚接触足球这项运动的时候 在新华书店买过一本叫做足球手册的书 他完整记录了现代足球的变迁和那些闪耀的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是靠文字想象他们的精妙囚禁 现在他们都走了 他们回到了历史当中 所有璀璨的生命在凋零的时刻都是让人唏嘘的 但是所有人其实又都是殊途同归的 所以尽可能地在凋零之前靠近努力争取自己的激情所在 才不枉来过一次这城市 谢谢大家